你好 大家好 今天就很久了 今天是客家的第四小說 不過您感到對於內容 四次要從做個比例 用網絡來接觸 當時開始下一個人 還不在用網絡下 幾乎一下就和政府 在台北幾乎在客家文化沙龍 讓請就名在客家小說下 跟老明天 讓客家文化後三個從做著 向客人說客家 想客家 現初也聽到你聽到客家的故事 作家和英明當時說笑話 用了消化 跟阿婆的筆利也的故事 大家聽到看看 這次下週的客家文學沙龍 邀請跨師退客家文學創作集 來講家庭的創作靈感 相夫交流 就是我的題目裡面講的 就是味道紀念 像用食物一道一道菜 就是能不能我用這些食物的記憶 然後講我阿婆的故事 作家總製選 帶領四年來參加 其當故事 面對韓西世界 家庭總統一講 做雜茶工發動的故事 其中同家庭故事記錄下來 用阿婆以電杯煮的菜來下故事 家媽媽在這年客人的程度前 是對身份民徒做的動作調查 我追尋的認同 與其說是我真的到了現場去勘察以外 我更想知道 跟我同時代這一群人 他們是怎麼樣看待自己的身份的 原來語言背後 你選擇說還有選擇不說 它有另外一個意義 面對韓西世界 對客家文學案擁有一次 作家鑑優名當時說 看到是個條牌的樣子 跳過承發同出拳敷通 撕開感應的交流 客家文學創作年齡 近來近況 客家文林白雲副粉絲台北煲頭 台北煲頭